今天我會和大家做一個在萬聖節派對中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小食 就是這個南瓜惡魔雞蛋 這個南瓜惡魔雞蛋和我們平時吃的惡魔雞蛋 Defusake 其實做法都是差不多的 唯獨我們多了這個南瓜 還有我們的造型就會做得有點像南瓜的樣子 另外我們這裏就用到芥末 平時的惡魔雞蛋是會用Defusake 但其實用芥末代替也可以的 如果是小朋友吃不到辣的話這個其實skip了也可以的 首先我們煮熟雞蛋 和蒸熟南瓜 等南瓜蒸好了之後 雞蛋煮熟全熟之後切半 我們就先處理藍瓜和蛋黃 最主要是想拿它的蛋黃出來 切半之後就拿一個蛋黃出來 拿了蛋黃出來之後 我們就先處理藍瓜和蛋黃 先做蛋黃出來的蛋黃 再加一點蛋黃 先加一點鹽 黑胡椒粉 還有檸檬汁 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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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沙拉醬 然後把它們混合 再看你這個 我們現在暫時拌勻了一點 稍後再拌勻或者打 讓它更加絲滑 大約看看你覺得顏色夠不夠 就儘量加入這個紅椒粉 椒粉是不辣的 所以多加一點 調到適色是沒問題的 慢慢加 畫到自己覺得顏色適合 這樣就可以了 相機拍出來好像沒有那麼橙 但現實看上去是橙色的 覺得顏色差不多 如果你覺得夠滑 就不需要打 我覺得這裡還差一點 我就拿去攪拌機 輕輕地打一打 打得更加絲滑 放到最後 最後就把它放進這個 擠袋裡 就是蛋白 之前的一個南瓜形狀 一開始可以打輕 之後到旁邊就像南瓜一樣擠一條 兩條 兩條 三條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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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個蔥 一開始 再灑一點 橙色粉 很可愛的南瓜造型 摸摸雞蛋製風飾 正好